超級好奇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尤尼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回覆 我們當然不可能每個人每天都跑去漁港買海鮮 大部分大家買魚的地方一定是在超市 像我後面這間 那今天這個超市海鮮解析企業 就要盡我所得呢 好遍所有品牌的超市 總會有一間是在你家附近的啊 那我從事海鮮工作這麼長的時間 以前也有光用過超市 那今天這一集真的可以說是繞著 以後再也沒辦法和超市合作的風險啊 所以你還沒訂閱的朋友 超市海鮮 我只會買這一個的系列 我這集講的市場零售價 就是指所有人在澎湖 不管是魚市場或是菜市場 都能買到的價錢 市場零售價 跟大家做一個價錢的對比 好 我們看到這些魚 像這裡這麼多隻魚 這個是養殖的 這也是養殖的 然後這個龍湖斑也是養殖的 這個金鮮 紅刷也是養殖的 這個紅刺海也是養殖的 紅刺海也是養殖的 紅湖斑100公克 是80元 就是一公斤八百的意思 在澎湖市場的零售價 一公斤差不多是350塊錢 那這個紅刷也差不多啊 大概300塊錢左右 它上面寫金鮮 就是跟平常很貴的鮮魚長得很像 欸 在現場不方便說 這個名為金鮮 很多人會誤以為是很貴的那個鮮魚 其實兩個是完全不同科的 只是長得有點像 價格差很多 吃起來也差很多 肉質比較粗糙一點 就是擺上去算好看啊 它的特色就是鱗片很細啊 這龍湖斑就是一般我們版頭 最常用的 那要怎麼分辨它是野生的還是養殖的 你看它的色澤比較黑啊 就暗暗暗暗的 顏色都很深 就代表說這個是養殖的石斑 還有另外一個判別的方法 就是它的大小 它養到差不多大的時候 把它抓起來賣 就是一般的上桌菜最好用的大小 在這八種魚裡面 可以選擇的話 我個人是只會買野生的 拿這隻石斑來說 石斑好吃就在於肉質Q彈 又嫩又甜 這養殖的石斑就少了這個特點 前邊這裡有一隻野生的紅條 買回去比較你就知道我所言非虛 所以當然也會反映在價錢上 這養殖就會比較便宜嘛 這個是紅條 1300塊錢 然後剛好這裡它有兩種魚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個就是紅條 然後後面這個呢 標籤貼錯了 而且紅碼頭魚 這個也是紅條 這個才是紅碼頭魚 但是呢如果說大家看到兩隻這種紅條 要的話你就買這隻點的 點的這個比花的這個貴 而且比較好吃 那如果它價錢一樣的話 就選這隻買 這個是正紅條 這隻比較好吃 是因為這不大的隻啊 所以在市場零售差不多六百塊錢吧 那這裡有個紅碼頭 那這有兩隻我們看一下 那要買的話一定要買大隻的 因為大隻的其實比較貴 它價錢一樣嘛 一公斤對一千二 那大家挑選的話 買大隻的就對了 就是買這隻大隻的 因為這隻有點太小啦 這個磅桃差不多 這磅桃在拍賣的價錢是不是更好的 因為那種磅桃 我們俗稱是假磅 什麼叫假磅 假磅 假磅就是說桌菜可以用的 你可以放上去磅桃桌菜 一桌十個人吃 或者是八個人吃 反正一個圓桌放下去剛好 我們叫做磅桃菜 那種假磅的價格是最好的 所以說你看為什麼 他們這邊的養殖魚 都養到這種差不多假磅的大小 然後把它抓起來販售 就是這個原因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好朋友 線流偷偷 哇這隻很新鮮耶 一公斤千山 這隻品質很好 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 竟然超市有這麼好品質的偷偷 跟我們這件衫的這種 等級幾乎差不多 重量寫是350克 一隻差不多170公克左右 它大小大概是20公分 它寫線流偷偷 就是小管的意思 那我們以前在漁港的話 大家會很常聽到什麼 冷紋胎或是撒紋胎 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前不是有開過一集影片 那個裝小管的那個容器 就是篩子嘛 叫胎 那所謂的冷紋胎呢 就是剛好那個篩子 可以擺得下兩隻小管的大小 那撒紋胎的意思就是那個篩子 可以擺得下三隻小管的大小 那冷紋胎的意思就是 它小管比較大嘛 放兩隻就滿了 那撒紋胎就是放三隻 三隻才滿 所以越少的數字 它價格是越貴了 那我看這種體型呢 差不多是撒紋胎的體型啊 然後這裡的賣價是1公斤 1300塊錢左右 如果以這種限度的話 在我們漁港 差不多1公斤 可以有500塊錢左右的實力啊 這種 這種是燈罩小管 很新鮮 不過感覺它應該是北海岸抓的 說真的要買的話是可以啊 因為一個人在家裡吃的也不多吧 這個鮮度很好 那如果大家在這裡買這種小管 記得跟它櫃檯要包冰塊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天氣很熱 它會幫你用一個冰塊放在上面 這裡有一個洽章 這是刺中啊 它1公斤賣價是700塊錢 那看我上一集漁獲拍賣有看到 這種的板雕 我們拍賣的時候是1公斤150塊錢 所以只要是1公斤可以漲價 漲到700塊錢喔 這個利潤算是很不錯啊 這個是刺中 因為以前有一句俗話叫做 拔的價格洽章 不過這句話現在已經不太適用了 拔的價格洽章就是 盤子跟刺中長得很像 但是盤子的價位比較低 刺中的價位比較高 那所以有人會把它餘木混出 不過以現在這種情況下 盤子新鮮大隻的拔的 其他刺中價格已經差不多了 而且它美味程度也不會輸得下章 所以這句話現在已經不太適用 好啦那逛了一圈 這我覺得啊 最值得買的 就是這一個 鮭魚肚肉 為什麼呢 它1公斤啊 雖然要價900塊錢沒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旁邊有賣那個 鮭魚的生魚片嘛 那意思就是說 它是整隻鮭魚進來殺的 那它要做鮭魚生魚片 所以說它的保存流程 和品質啊 要求就很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你切成生魚片的青肉 1公斤要2500 它的鮭魚腹肉生魚片 1公斤要3000 那我們剛剛看到 它去掉那個 鮭魚下面的肚肉 就是帶有一點點的硬骨 所以沒辦法切出生魚片的使用 但那一片呢 大家買回去去的油煎 天啊超級好吃 那塊油脂很豐富喔 那它的價錢 不到生魚片的一半 它們是同一條魚切出來的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買那個 鮭魚肚肉回去吃啊 那其他東西如何選的話 我就會選那個 線牛透抽啊 這個 雖然說它1公斤1300塊錢 價格有點偏高 但是 畢竟這種東西很難取得嘛 你在保護公司樓下 你就可以買像魚港一樣 新鮮的透抽啊 也算是很方便啦 那 那些錢可能就是 它們應該賺的吧 好 我們去下一間 現在這個應該是叫做 應該是招電法 我們進去看看 其實我來台灣這種比較高級的超市 很喜歡來看他們這個 奶油補貨區 那包裝都很漂亮 對不對 鐵塔奶油 諾曼蒂 諾木辛發酵奶油 這不是那個什麼 聖米歇爾山對不對 喔 這個奶油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欸 這裡有澎湖大明蝦 這個就是蝦中之王大蝦 不過 它包裝看不太出來啊 怎麼 這色澤好像有一點 不知道裡面是怎麼樣 看不出來 它這裡是賣1099塊錢 然後是 450公克 這個在產地價 一公斤差不多 1200塊錢左右吧 然後它這裡賣的是 一公斤大概2000多啦 450克1099 大明蝦 這個就很好吃啊 大蝦 然後這個可以特別剪一下 他說澎湖的 手動水晶冰卷 這就是我之前常說的 傳燙的燈罩小管 這一盒要329塊錢 是250克 那一公斤是1300塊錢 這種的產地價一公斤 差不多450塊錢 這是好吃啊 不過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當然是不會在這裡買 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不過是一個方便啦 好不好 可能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可能因為我在漁港久了 所以沒辦法 我看它這個色澤 鮮度是不錯的 看看 色澤感覺鮮度是還不錯 我剛剛有沒有想講 那個碼頭魚 結果繞圈回來 竟然被別人買走了 天啊 馬頭魚啊 這個我剛剛講這個 被別人買走了 因為我本想說那個 那個 欸 講這樣到底沒關係啊 這個碼頭魚 仙度 結果繞圈回來就被買走了 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超市的生菜 熱鮮綠火焰萵 一百九十八塊錢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去的 響石天塔 那個系列 可以吃到的生菜 就是這種 你看 這一盒賣兩百塊 所以 為什麼的影片 推薦大家去植物餐 可以吃生菜沙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自己平常買很貴嘛 對不對 你看日本的包裝做的 真的很好欸 小小一瓶醬油 就這樣子 漂亮亮的 兩百七十塊錢 你看我們台灣進口多少蝦 草蝦人啊 這種惡瓜多的白蝦 然後這根是越南的 生動草蝦 這越南的大中啊 越南的 那天使龍蝦就是阿根廷的 都是進口的 好啦 這裡順便講一下 這裡有一個活動三點蟹 我個人是建議如果要買冷凍的螃蟹 如果逼不得已啦 盡量吃新鮮的螃蟹 如果逼不得一定要買冷凍的 建議買熟凍的 熟凍的 熟凍的會比較 欸不過它這也不錯啊 它這有提供碎冰給你們 這點就做得很好喔 對於海鮮來說 這個冰是最重要的 嘖 線流這兩個字 不能隨便拿來用嘛 我們講線流之前商機有講過 線流就是指很借老實 就線這個流石抓起來 就是說線流了 那線流原則上 你不能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或者是四十八個小時 有點難選啊 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可能會在大潤發選這個吧 冷凍炒蝦這個 還可以啦 這冷凍炒蝦還可以 而且兩百塊錢 不會說很貴啦 因為這種冷凍的 會比剛剛那個 退冰解凍的 要再稍微XXX的 因為它至少是冷凍的嘛 不會有這種離冰的風險 那如果要買冷凍的話 你就不要買那種 退冰解凍放在那邊賣的 好像是生鮮的感覺一樣 你要買就直接買這種冷凍盒裝的就好